奉耶稣基督的名 开始今天早晨的崇拜 请大家莫道 今天的宣召经文 取自诗篇第四十篇 大卫的诗 焦虞灵长 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 他垂听我的呼求 他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 把我拉上来 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我脚步稳当 他使我口唱新歌 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 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 并要依靠耶和华 那依靠耶和华 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奇事 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 不能向你成名 若要成名 其事不可胜数 祭物和礼物 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 凡记和赎罪记 非你所要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 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里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 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 藏在心里 我已成名你的信使 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 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 求你 不要向我 止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 常常保佑我